嗨,大家好,我是小猫,欢迎来到樱花小镇十年一次的马拉松大赛 赛道全长约40公里,横穿整个樱花小镇,起点就设置在樱花宫殿里面 看我们的啦啦队在这集合,选手们也都冲过来了 比赛马上开始,各位选手都准备好了吗 我是今天的解说员和参赛选手小猫 3,2,1 枪声一响,大家一股脑往前冲 我小猫选手遥遥领先 就在此时脚脖子崴了一下 被宇文老师给抄过去了 我小猫可不甘示弱 突然发力夺回第一名 大家在后面紧追不舍 这可是40公里的马拉松 开局就这么激烈,也不保存一下体力 我小猫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 选手们追不上小猫 开始试图用语言骚扰 不过小猫依然不为所动 有几个学生已经追上来了 不得不说年轻人的体力被棒 跑了这么久,依然没有慢下来的意思 这这这是二狗选手 他突然冲了起来 眼看着就要超越小猫了 可还是差一点啊 转过来一个弯 有的选手按耐不住了 竟然使用翻山越岭的计策 小猫被偷偷武士抄过去了 几个武士都紧追着不放 不愧是修炼之人 小猫不走寻常路 竟然把大家都带偏了 不过在裁判组的要求下 他们重回了赛道 不过此时的小猫体力全无 领头的竟然是一名医生 转眼间也被年轻的二狗超越了 过了前面这个路口 就到了马拉松赛城的后半段 大家都拼尽了全力啊 二狗果然不负众望冲到第一名 粉色的亚游美竟然也在领先位置 他们冲进来学校 胜负马上就要揭晓啦 他们的家人 粉丝都在终点等候 大部队已经冲出了学校 二狗还带了补给品嘛 怪不得体力充沛 我想闹没力气了 就因为前妻冲得太猛 二狗的速度丝毫没有减慢 他是冠军了吗 重点就在不远的前方 大家都还在坚持 没有一个人放弃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二狗冲过来了 太厉害了 摇摇领先 女孩激动的在终点等待 不料绿毛突然加速 超过了二狗和众多选手 第二名是女孩的爸爸 二狗获得了第三名 大家在现场欢呼雀跃 选手也陆陆续续地到达了终点 万千丽毛获得奖励 跑车一台 恭喜恭喜 感谢家人们的支持